三江口 地处敏江 乌龙江 马江的关键枢纽 是福州东晋南下的战略要地 也是未来福州与滨海新城的接壤要地 2019年6月的一个周末 杨北昭一家三代人来到这里 准备拍摄这座城市的新地标 外公你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三江口 对面这边新建的是三江口大桥 是去年当时才通车的 变化好大呀 我们后面的这一个就是去年9月份建成 并且投用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现在这个地方是福州最大的文化表演场地 以前这边全部都是一块湿地 全部都是农田 2018年10月10日 中国爱乐乐团开启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 这座建筑由芬兰建筑大师佩卡·萨米宁主创设计 总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 从空中俯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形如一朵茉莉花 五个花瓣对应五个花瓣 五个花瓣对应五个场馆 分别是多功能戏剧厅 歌剧院 音乐厅 艺术博物馆和影视中心 杨北章一家这次航拍的重点正是这朵茉莉花 这是一个摄影世家 杨北章1933年出生于印尼 在那里他曾经开过照相馆 并在当地多家报纸当过摄影记者 1955年 22岁的杨北章带着亲女回中国参与建设 被组织派往中兴社福建分社 那时交通不便 他带着亲女从广州出发 坐火车绕到湖南 浙江 江西到南平 在舟车劳顿来到福州 整整花了四天 从广州到福州 当时要两百多万 男生乱买的袜子很多 他说你们到福州 这个路费全部可以公家报销 哎呀 当时我跟你妈说 你国家还是那么困难 我们不要加重国家的扶张 我还有照相机 还有自行车 还有手表 卖 卖了以后 抽去以后两百多万 就这样来到福州了 广场 街道 人家 在杨北昭的职业生涯中 用镜头记录下无数个 这座城市的美好瞬间 2019年 他获得了福建省摄影家协会 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不过 刚回国时 他想的最多的并非是日后的成就 当时中兴社的新闻 以外宣为主 希望呈现祖国最新的那一面 给海外读者 那么什么是最新的呢 杨北昭想到了航拍 1973年 他终于登上了飞机 20世纪70年代的福州城 地标性建筑并不多 经过再三筛选 杨北昭最终决定拍摄四个地点 榆山 罗星塔 解放大桥 以及五一路 五四路一带 这是福州人第一次 从天上俯瞰自己生活的城市 杨北昭也被摄影界称为 福州航拍第一人 他知道我那天要上飞机 所以我女儿就看到有飞机的声音 他就跑出来看 跟他的同学 他在那个飞机上 那个是我爸爸 1955年 杨北昭回国时 他的女儿杨厄娜 才几个月大 受父亲的影响 后来他也成了一名摄影记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 杨厄娜曾乘坐热气球 航拍福州 通过镜头 人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 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 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在九十年代初 我们福州 才二十栋高楼 二十栋高楼呢 就是说 其实也就十成以上的楼 才叫二十栋 那现在呢 是越来越多了 反正就从空中看福州 那福州就像长高一样 和父亲一样 杨厄娜第一次航拍时 心里颇有几分紧张 那热气球呢 是挂到了电伤杆上 热气球还滑破了 整个电伤杆就弯掉 我们所以就慢慢下来 也没怎么地 反正我们当时 觉得挺好玩 但是下面的人 是下了一身汗 因为再飘过去 就到江里边去了 那我后来也想 也没关系 我这会游泳的 不过杨厄娜 慢慢迷恋上 航拍这个视角 2009年10月1日 杨厄娜再次航拍福州 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摄影器材 也在快速更新迭代 今天的航拍时 只需要操控手里的遥控器 无人机就可以轻巧地 升到古板里的高空 杨北昭 孙子辈中的包华和杨末 后来也进入新闻记者队伍 并继承了杨家的航拍传统 我建设了很多福州新兴的地标 崛起的过程 就比如说三江口的茉莉花 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当时2014年开始动建的时候 那个地方还完全是一大片的农田 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变化 然后这个茉莉花从原来的这个钢架 到后来慢慢的那个外墙 那个贴上了这个瓷砖 然后到整体的这个工程的完工 一朵完整的茉莉花 然后在夜色中绽放 如今城市越来越大 飞行器越来越小 不变的是祖孙三代 都在用心记录自己的时代 能把福建省的变化 福州市福建省 这五六十年来的一个变化 一个变迁 完整地记录下来 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 可能算是一种职责 因为我们可以有一种传承 这是九年前 杨莫结婚当天 爷爷说的一段话 他一直紧急在心 后来他就解释说 他说因为我们是贵国华侨 他说他们 就是我们这个家 他们从他们回来 那个时候就开始 对国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这个逛一个镜头 当时买的时候 价钱一万块 当时来说 这个是蛮高级的 到退休的时候 就我把它买下来 六十多年前 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情 杨北昭回到祖国 六十多年来 杨家三代用镜头 讲述时代变迁的中国故事 通过他们记录下的影像 人们可以清晰看到 城市变得更繁华 更有活力 天空也显得更加高远 辽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